1976年 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已经进入尾声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急转直下 这是一位政治新兴迅速冒起 他就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兴 他最显赫的职务是毛泽东的联络员 那时不管是谁 不论你是邓小平还是周温来 还是各个老帅大员 要见毛泽东请示工作 都得通过这位毛泽东的身边红人说了算 据说当时毛远兴口袋里 经常装着一个做工精致的小笔记本 就是习近平在外国女记者面前 要翻看的那种小本本 这是一个装着所谓毛主席 最新最高指示的保护录 只要他抖露出这个小本本 传达什么最高指示 任何人都得毕恭毕敬 洗耳恭听 遵照执行 大家好 欢迎收看看中国的红朝内幕栏目 我是主持人林远山 既然叫红朝内幕 那当然是要有些深度揭秘和内幕故事的了 今天就来跟大家谈谈邓小平 为何对毛泽东的家人恨之入骨 对毛泽东的侄子毛远兴 怎样打击报复 欲除之而后快 而习近平上台后又如何反过来 替毛泽东的家人报仇 把这位邓小平对心头最恨毛远兴请出来 甚至还成了他的坐上钉 亲自接见的呢 熟悉中共文革史的观众们应该都知道 毛泽东在整个十年文革中 在政治上最为倚重的自己的家庭成员有三个 分别是江青 李勒和毛远兴 李勒是文革初期的毛泽东联络员 而毛远兴则是文革后期的毛泽东联络员 一直到毛泽东一命归西 下去见了阎王爷 话说毛泽东的侄子毛远兴 这比李勒年轻不到一岁 因为自小就被接到中南海 成为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 直接喊江青妈妈 与李勒情同手足 文革中又同时一步登天 文革后又同样被隔离审查 可谓聚容聚损 但他们两人的具体待遇还是有区别的 1986年 李勒在一直对他同情的杨尚昆的一再通融下 被宣布可以重新安排工作 但毛远兴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他被邓小平直接下令 判了17年大牢 而这之前毛远兴光是被隔离审查的时间 就长达整整十年 故事要从文革即将结束的1975年说起 1975年新年刚过 毛泽东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 一天不如一天了 于是安排了毛远兴担任他本人 与邓小平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联络员 毛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此时的毛已经对由他自己亲自下令 付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日渐不满失去信任了 从那以后 毛远兴就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 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 举凡邓小平 华国锋 以及中央政治局所有成员在内 凡是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 均由毛远兴代为传达 换句话说 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邓小平当然也不能例外 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 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 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兴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邓小平等所有议会的政治局委员 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 都只能毕恭毕敬 席而恭听 在其后的讨论会上 也只能按最高指示做出办理 如此权势折天 难怪毛远兴曾对亲信骄横的说 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 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 相关史料记载 此时正是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 开始进行全面整顿时期 当江青等人向毛泽东表示了 对邓小平所作所为的担忧之后 毛泽东追问毛远兴 社会上是否在谈论文化大革命啊 毛远兴就在毛泽东面前吹耳边风说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 我感到一个问题 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那以后 毛泽东便开始越来越后悔 对邓小平的重新启用 接下来批评邓小平要求邓小平检讨的几次会议 都是毛远兴主持的 毛泽东一次比一次严厉的 从批评帮助到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最高指示 也都是毛远兴传达的 也正是在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中 令毛泽东感觉到了毛远兴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 对此 中共的官方文章有这样的描述 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兴特殊的地位 对付出后全面领导国务院整顿工作的邓小平 进行一再的打击 毛远兴在毛泽东面前所做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 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极具变化 也就是说毛泽东最忌讳的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而毛远兴恰恰在这一个问题上向邓小平捅了软刀子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 毛远兴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道 去年邓小平说 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 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 去年一直为认真追查和辟谣 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 就抬起总理做文章 利用死人压活人 凡此种种 也就决定了邓小平在文革后 绝不会侵扰了毛远兴 这就是为什么从1976年毛泽东死后开始 毛远兴已经被隔离审查了整整十年之后 邓小平还是坚决不同意 对他免于行事处分 当时的大背景是 在江青和张春桥被判死缓 王洪文、姚文远及手下众多政治打手 也均已经被完成审判的好几年之后 毛远兴的具体罪行仍然不能被专家组坐实 最后邓小平终于等得不耐烦了 亲自指示 对毛远兴的司法处理不能一拖再拖 一定要从重从快解决 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李截指之后 立刻给隶属总政领导的解放军军事法院下达政治任务 要求限期完成对毛远兴案的处理 于是毛远兴于1986年被军事法庭以述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刑期从1976年10月被抓捕的时间算起 也就是说等待毛远兴的还有七年的牢狱之苦 被关进清城监狱后 毛远兴就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因为拖延治疗而一条腿落下了残疾 如此以来 邓小平才没有否定毛远兴的生母 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常委朱淡华为自己儿子的求情信 默许的监狱方面为毛远兴安排了保外就医 此后他已经失去自由整整13年了 当然另外还有一些毛左的说法是 毛远兴进入秦城监狱服刑之后 不愿意服从邓小平命令 写关于毛泽东的材料 邓小平就恶化服刑环境 入狱之后的伙食待遇 医疗待遇等都比江青和王洪文等人 相差好几个档次 以至于在狱中因为严重的关节炎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烙下终身腿部残疾 而更劲爆的说法还有 有人还揭发毛远兴的腿根本就是被邓小平派来的人打断的 还有文章透露说 1989年春天安门发生学潮的同时 是一向对毛家后代都持较为同情态度的杨尚昆 未经请示邓小平说服赵紫阳和胡启力 乔石三人签字同意 安排给确实病得比较严重的毛远兴 以保外就义的待遇 从那以后 毛远兴就再也没有回过秦城监狱 邓为什么要对毛远兴下那么重的重手呢 除了刚才我说的原因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当然有 那就要说到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了 邓朴方在毛泽东和江青发动的文革中 闹下终身严重残疾 后半生都是在轮椅上渡过的 所以邓小平才把这股子怨气 发在了毛泽东和江青均视为己出的毛远兴身上 你打残了我的宝贝儿子 我也让你们的家人没好果子吃 想起来这种说法还是相当站得住脚的 事实上 这从当年邓小平与华国锋的一段对话中 就足以看出邓小平对毛远兴有多么恨之入骨了 而这又得从一份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说起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毛泽东生前的私人贴身秘书张玉凤吧 据这个张玉凤在1977年的一次政治交代中回忆 邓小平二次下台之后 毛泽东在一次召见毛远兴、华国锋、江青、王东兴和他本人时 提出自己身后的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 也许是毛远兴、华国锋、江青、陈希莲、纪登奎、王东兴及张玉凤 据说在获知确有这份名单之后 邓小平在自己最后一次与华国锋当面谈话 并对他进行严厉指责之余 还是没忘了感慨一句 说到底你还是立了大功的 要不及时搞定了四人帮 你我现在都会被毛远兴坐在屁股底下 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张志新 在中国大陆 上了点岁数的人 只要对当年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心有余悸 就不会不知道曾经被中共政权大力宣传 其反抗四人帮英雄事迹的张志新烈士 曾经的悲惨遭遇 而亲自下令对已经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张志新立即执行死刑 并在押赴刑场之前 对其先行施以强奸和割喉酷刑的是谁呢 正是这位毛泽东的侄子 权倾一世的毛远兴 他也因此而成为千夫所指 众矢之之地 正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日后 这句老话也在毛远兴身上得到了应验 故事讲到这个时候 习近平终于要登场了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等到习近平上台 开始逐步把邓小平否定的东西重新加以肯定 把文革十年浩劫 说成是十年探索之后 毛姓又在中国大陆重新尊贵起来 毛远兴先是由湖南省委接驾到韶山祭祖 而后是周游北京等地 对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的民间自发纪念活动的筹备 表示坚决支持 毛氏后代甚至还故作神秘的对外放风 说是2007年习近平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 不但只是上海市委老干部局 要确实做好对革命烈士亲属毛远兴 及其一家的政策落实工作提高待遇 而且还秘密接见过毛远兴 当面鼓励他忘记历史的不愉快记忆 继续与党同心同德 有种说法是 习近平自幼就无比敬仰和羡慕毛远兴大哥 此话怎讲呢 这还得从习富平讲起 习富平是谁呢 习富平是习仲勋和前妻所生的儿子 也就是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哥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习仲勋已经因刘志丹事件被整肃 但习仲勋被格外开恩 准许习富平到北京和习仲勋及齐心夫妇一起生活 于是习富平就有机会和毛远兴一起 双双从北京育英学校毕业后 被保送进了北京101中学 成了同班同学 据说两人关系非常好 习富平日后还成了毛远兴的入团介绍人 从那天起 直到习富平和毛远兴分别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哈军工 毛远兴一直都是习家的常客 习富平也成了习家近距离面见毛泽东次数最多的一个 而当时上海年幼的习近平对常来自己家和自己的同父一母兄长 一起温习功课写作业的远兴大哥 简直就是崇拜的五体投地满怀敬仰 按习的话说就是羡慕极了这个远兴大哥哥 每天都能和毛主席说话 正是由于这段经历 让习近平在终于位及人臣位高权重之后 一定要善待这个毛远兴了 当然说到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就像他后代李娜 甚至爱乌吉乌至张玉凤身上一样 那就是凡是邓小平否定的 他习近平就要肯定 凡是邓小平憎悟的 他习近平就一定要厚爱 说白了 习近平一直都在做一件事 那就是替毛泽东后代向邓家复仇 今天的红朝内幕故事就讲完了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敬请期待下一集 我将在下一集里给大家详细介绍 当年毛泽东与江青所生的女儿李乐 及毛泽东的外孙王孝之 在毛泽东死后的悲惨境遇 以及他们又是如何因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否定 和对文革的重新肯定而苦尽甘来 重获新生的 同时也要揭秘习近平是如何亲自指令 让李乐事实上享受了富国籍退休待遇的同时 是如何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外孙女邓卓锐的夫婿 前安邦集团负责人吴小辉 打入大牢的习邓两家世仇恩怨的内幕故事 我是林远山 感谢您的来信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给我们点赞留言 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